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第245集 冤家路窄 黄荣回到世才打尖的饭铺去 借纸笔写了个短简 给了二两银子 命饭铺中的伙计 送到襄阳去给郭靖 那店伙计说 郭大侠保镜安眠 真是万家生佛 小人能为郭大侠烧孝威劳 那是磕头去求也求不来的 无论如何都不肯收着银子 他拿了短简欢天喜地地去 郭福建众百姓对父亲如此崇敬 心中甚是得意 当下三人买了牲口 向中南山进发 郭福不惜李莫愁 路上极少和他交谈 逢道迫不得已 非说不可 神色间也是冷冷的 朝行夜宿 一路无事 这日午后 三人纵其正行之间 突见迎面有人乘马飞驰而来 郭福叫道 是我的小红马 是我的 叫声未闭 红马已奔到了面前 郭福纵身上马 红马认得主人 不带他伸手拉将 以陡然站住 昂首欢思 郭福看马上乘者 是个穿黑衣的少女 昔日见过一遍 是曾与他并肩共斗李莫愁的完颜萍 只见他头发散乱 脸色苍白 神情极是狼狈 完颜姐姐 你怎么了 完颜萍伸手指着来路 快 快 身子摇晃摔下马来 郭福惊叫一声 伸手扶起 啊 妈 他便是那个完颜姐姐 说着 向李莫愁瞪了一眼 他起来汗血宝马奔来 天下无人再能追得上 本来已无危险 但他手指北方 神经黄金 必须为旁人担忧 咱们需得赶快救人 黄蓉叫女儿抱了完颜萍 坐在马上 这马脚成太快 你千万不可越过我头 为什么 前面有重大危险 咱们这都想不到 黄蓉说着 向李莫愁一招手 两人纵马向北 奔出十余里 果然听得山林比方 隐隐传来 冰刃香蕉之声 黄蓉和李莫愁 纵马绕过山林 只见前面空地上 有五人正字恶斗 其中两人是武士兄弟 另外一男一女 年纪均轻 黄蓉并不识得 四人联手 与一个中年汉子相抗 虽然以四敌一 但物资遮兰多 进攻少 武士兄弟均已负伤 只那少年 一顶长剑纵横挥舞 抵挡了那中年汉子的 大半招数 旁边空地上 躺着一个人 却是五三通 不住口的腰和叫嚷 黄蓉剑的汉子 左手石柄 金光闪闪的大刀 右手石柄 又细又长的黑剑 招数奇幻 生平未见 自己若不出手 武士兄弟便要遭逢奇闲 就向李末愁说 那两个少年是我徒儿 李末愁色然一笑 他们母亲是我杀的 我岂不知 见得中年汉子 武功高地出奇 江湖上却从未听说 有这好人物 心下暗自惊异 微微一笑 郭夫人 下场吧 李末愁拔出浮尘一幅 黄蓉也以持竹棒在手 两人左右齐上 李末愁的浮尘功 那人黑剑 黄蓉的竹棒 便缠向他的金刀 这中年汉子 正是绝情谷谷主 公孙芷 突见两个中年美貌女子 双双功来 心中一震 只听李末愁叫道 一 浮尘挥出一招 跟着又叫 二 原来他与黄蓉 暗中叫上了劲 要瞧是谁先将这汉子的兵刃 打落脱手 但他一直叫道十字 公孙芷仍是有功有手 那少年常见 刷刷刷连刺三剑 指向公孙芷的后心 这三剑是很历尘 公孙芷缓不出手来抵打 向前纵越战鱼 拖出圈子 心知再斗下去 定要吃亏 向黄蓉和李末愁 横了一眼 暗道 哪里钻出这两个厉害女将来 偏有这般美貌 猛的刀剑护鸡 嗡嗡作响 纵身再上前 黄蓉和李末愁不敢轻敌 举兵刃 严守门户 哪知公孙芷在空中一个转身 落地后 几下起落 奔上了山岭 黄蓉和李末愁相视一笑 此人武功技强 人又狡猾 若是落单了 只怕不是他的敌手 武士兄弟手按伤口 上前向师母磕头 一站直身子 都怒目瞪视李末愁 旧账暂且不算 你们爹爹的伤不碍事吗 这两位是谁 不好 李姐姐快跟我来 黄蓉不急上马 飞身向来路急奔 李末愁没领会他的用意 但也随后跟去 怎么了 福儿 福儿正好和这人撞上 两人提气急追 但公孙芷脚成好快 便在这稍一耽搁之际 以相聚离许 只见郭福双手搂着完颜瓶 两人骑了小红马 正缓步绕过山岭 黄蓉摇摇望见 提气高叫 福儿 小心 叫声未歇 公孙芷快步抢进 纵身飞跃 已上了马背 身头将郭福制住 跟着拉江要调转马头 黄蓉搓唇作哨 红马厅的主人召唤 便急奔来 公孙芷吃了一惊 其实形势怎得如此不顺 人一头畜上也拆迁不动 当下运进勒马 这一勒力道不小 红马一声长思 人力起来 公孙芷强行将马头调转 要向南奔驰 但红马翻蹄踢腿 竟一步步地倒退而行 黄蓉大喜急奔进前 公孙芷见红马绝强无比 黄蓉和李莫愁转眼便要追到 当即兵刃入鞘 右手斜了郭福 左手斜了完颜平 下马奔行 黄蓉和李莫愁都是一等一的轻功 不多时便已追尽 相聚不过数十步之遥 公孙芷转过身来笑道 我这双臂这般一使劲 这两朵花朵般的女孩 还活不活 阁下是谁 我和你素不相识 何以请我女儿 这是你的女儿 原来你是完颜夫人 这才是我女儿 公孙芷向郭福看了一眼 又向黄蓉望了一眼 笑嘻嘻地说 很美 母女俩都很美 很美 黄蓉大怒 只是女儿受她协制 投鼠忌器 只有先使个缓兵之计 再做道理 正带说话 突然嗖嗖两声 发自声 两只长剑 自左夹旁掠过 直向公孙芷面门射去 剑去尽急 破空之声极响 黄蓉听得剑声 险些喜极而呼 错疑是丈夫到了 中原一般武林高手 均少熟习剑术 而蒙古武士 剑法虽精 阴无浑厚内力 剑难及远 这两只剑 破空之声 如此响亮 除了郭靖所发之外 他生平还未见过第二人 有此功力 但比之郭靖 毕竟相差上远 剑到半路 他便知 并非丈夫 公孙芷眼剑剑到 张口咬住了第一只剑的剑头 跟着偏头一拨 以口中剑感 将第二只剑拨在地下 此剑若是靖哥哥所射 你张嘴欲咬 不在你咽喉上穿个窟窿才怪 心念方洞 只听得嗖嗖之声不绝 连珠剑发 一连九剑 一只接着一只 支支对准了公孙芷双眉之间 这一来 公孙芷不由的手忙脚乱 忙放下二女 抽剑阁挡 黄荣和李莫愁发足奔上 带要去救二女 只见一团灰影 着地滚去 抱住了锅符 向路旁一滚 带要翻身站起 公孙芷左手金刀尚未拔出 空掌向他的头顶击落 那人横卧地下 翻掌上挡 双掌相交 碰一声 只记得地下灰尘纷飞 好啊 公孙芷第二掌 加尽击落 眼见那人难以抵挡 黄荣打狗棒挥出 是个疯自觉 已接过了这掌 公孙芷见敌人何伟 料知今日也逃不了好去 哈哈一笑 倒退三步 转身扬长而去 这下身法潇洒 神态鹦鹉 黄荣等倒也不敢追赶 抱着锅符的那人 站起身来 松臂放开 黄荣见他腰挂长弓 身高榜阔 正是适才实践的少年 那只连珠剑 自然是他所发了 锅符为公孙芷所致 但没受伤 耶律大哥 多谢你救我 说着脸上一红 甚感娇羞 这时 武修文和另一少女 也已追到 指武端如留在父亲身边照料 按理 武修文该替个人引荐 但他满腔怒火 狠狠地瞪着李莫愁 浑望了身旁的一切 黄荣连叫他两声 竟没听见 李莫愁 却已站得远远的 副手观赏风景 并不理睬众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